小男子来 全世界范围内 反手用生交小球的男子拳手 仅有他一个 一般都是用长交 还有有都是用正交 反手是长胶 猴鹰超是生胶 但是生胶它是活的 并且生胶它如果说有保海绵的话 我看猴鹰超销 进攻能力并且速度还很快 一些乒乓球方面的解说 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 在日本的T联赛里边打的战绩 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让我想到就是独二的 并且是最先40岁 就是从国家队退役之后 又再重新返回到赛场 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 那么有人战胜我 我就是最棒的 我就要代表瑞典出战 但是同时这项运动当作事业 事业呢追求一个巅峰 一旦巅峰不在的时候 他就要思考我是否该退役了 其实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他是现在的 他们的心态会非常好 是在享受乒乓球这项运动 乐园带来更多职业上的可能性 也是通过这个加拿大乒乓球协会 是可以当时是有规则允许 他可以这样去 东和呢是常规赛当中取得了第一 最后我们看侯鹰超正手兜了一 这个广大球迷看到了比分 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侯鹰超 其实他这个还没有发挥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局 对 这个打法如果说不经常练的话 这个对攻打法 因为确实现在南线上的这个 世界范围内的销球都相对少一些 这也是压医现役运动员 那就是打球是一种爱好 来 中间 发球抢弓 这也是主动拳 男子销球一定是这种供销结合 我们看侯鹰超这个球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往往会被销球运动员反冲 就是很多失误 所以被逼无奈 他才拉住 拉正手 拉住侯鹰超的这个正手 那么从现在快两局比赛结束 让我们看到这个延安打销球的 这个攻忐忑的情况下 你可以无论是他销他攻 你都可以应对自如 合作家 漂亮 反正就进攻你 好 冲一板 再削 正手再兜 哇 漂亮 能冲两个大脚 两个人尽力正手对拉 延安防一个 多回合的球 非常不回合的这种 才能得一分 打一个发球抢弓 手的抢弓 嗯 斩树 看这手延安 抢一个落点 连续的冲 漂亮 两条线路 打得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 中国乒乓球界啊 刚才讲到瓦尔登 还是给他正手 给正手呢 又要防止侯英超的进攻 因为害怕侯英超的进攻 导致了他揭发球的这个 过日子还是 得划算一点 对 其实在近二三十年 乒乓球这个发展的历史里 南丹的萧球成绩最好的 还是韩国名将 就是萧球手丁松 那么丁松的这个萧球 在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当中 他的发球 发球抢弓 吃嘛 我萧助你 这就是我的相吃 但是呢 你一旦 给我赋予了 这个打法的 一个新的生命 作为宫球运动员 看着延安在对付萧球的 这个过程当中 在于他没有系统训练的情况下 往往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因为乒乓球速度太快了 但是我们看 就是侯英超处理的 还是非常得当的 我们一起来看第四局 反拉一个 漂亮 这个延安得一分 非常 在里面 所以说 稳中带胸 无畏失误很少 嗯 这个 近在掌控 但是 又是比较 难度系数又比较高 所以说 有 点水冲 三个落点 正手 中路 反手 鱼非常重要 对于侯英超而言 都一把 再削 不转的 有生肖啊 这种转不转的变化 今天把延安弄得 非常的难受 对就碰了一下 直接出界 重要 如果输掉的话 那就是一比三落后 好 现在还是延安发球 来讲是一个战机 小柱 漂亮 一喊一喊 释放一下 这其实有观众 还是更容易 让运动员 打出兴奋点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 来之后 那延安呢 就是再搬回来的 这种想法 可能就 嗯 会有匪 搭配了混双 当时输给了薛妃刘卫山 确实这个一局当中的 一分钟的这个暂停 每一方只有一次机会 如何把握这一次机会 对下一代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 是靠自己能力拼来的 嗯 这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 对下一代的这个成长 哎呦 高球打 首先是基本功 处理下旋球的能力 其次是体力 最后就是这种心态 哇 真转 现在的上选球 所以这个对这个 攻球运动员 手上功夫的这个调整 是非常 我比一 这个球其实应该是 我这种快弹快拨 打丢了 漂亮 最近也缺少系统的训练 所以在场上让我们看到的 是有欠缺 现在侯英超交了暂停 无比 妍妍也是出生于一个乒乓球世家 他的爸爸严永国是北京女队的教练 这个四十岁的老将 依然在场上 还是对这种赢球的这种欲望 没错 做一碗吃后 再走 顶住了 侯英超从发球 从搓球 他都珍惜他每一板 能够得分 这就是他得分的一个机会了 这个短球掉得非常漂亮 没错 原地上下跳 不是往前走 生存的问题现在是 关键球的关键球的关键局都关键分了 哎呦三 打一个高调 11比8 延安拿下了关键的第五局 现在大比分是三 比赛往前推进 这个比赛已经打了五局 那么他对侯英超的这个销球的转于不转 攻销节奏上的这个变化 这个掌握的已经逐渐的慢慢的熟悉起来 不像第一局无为失误 这个球让我们看到他起手就很高 他做了一定 转的 哇 这个球过来 中路 反手连续 不转 哦 但是一旦回到球台之后 他手上还是依然的触力球 非常严密 漂亮 声音 然后他的手会硬 高调 防疫板 保持自己强烈的竞争力 还是得依靠平时这种大运动 观众就看出来了 是 现在这个已经打到第六局 这个你看侯英超 这个 侯英超 5比7 这起手就很高了 倒一个再销 侯英超正手销 销中路 转的 反手侧过来销 这球太转了 大家可以观察 侯英超 这个反手销球的时候 销的这个球 就是摩擦 它使上 这就是转的 使上劲的 发力摩擦 这是个不转 在骚扰这元安 对 但是接触球的时候 碰过来的那个球 弧线也有点高 这个 这种球 它就是 在开局取得领先 哇 一上 不转 反拉 它调整了 它自己的 起手的这个高度 兜一个 漂亮 进攻斜线 被对方防过来的 可能性太高 进攻直线 直接得分率比较高 换过来 延安发球 那感觉 就是到 红英超发球 这对 这对 好转啊 真转 追到6比6了 多一本反拉 再削 加一点保险 确实这个红 军胜局红英超 三个同样的八九抢购直线 他是在场上很喜欢 跟自己去对话 自己去总结的运动员 看看还能不能够 为自己扭转局势 反拉 这个球给直线了 对 正手为反拉直线 很关键 真转啊 我们看看 好漂亮 你就用加剧球 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加了保险之后 被延安直接摁了直线 延安赛点 哇 关键时刻的 逗一个中路 今天红英超 漂亮 还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样双方再一次的打平 11比11 红英超 红英超发球 好 延安的第三个赛点了 也发一个长的 连续地冲 从中路 到反手 来上手 有了 最后13比11 两分 险胜了 延安战胜了 40岁的老将 红英超 确实我们也向老将致敬 红英超说没劲了 好 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刘伟老师的精彩点评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